当了七年的调查局长 叶胜茂却在卸任后被发现 施下向陈建总统通风报信 把调查局接获的贬家海外洗钱情资 通报给陈瑞扁 而遭到检方起诉 北院四号一审宣判 叶胜茂被重判十年有期徒刑 何一鼎最主要是认为说 被告将相关的洗钱犯罪资讯 交给的相关人士 让他们有机会去 把他那个那些金额 挪到别个地方去了 这些事情有关 让对方有所不划的利益 警方是引力公文和泄密罪名 起诉叶胜茂 而法院在审理后 海水素土利贬家人 即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四项罪名 一审结果出炉 叶胜茂合并泄密和土利两项罪名 重判十年重刑 而亲自出席聆听判决的叶胜茂妻子 听到判决结果完全不能接受 脸色沉重不出法庭 痛批台湾已经是个没有人权的国家 我们是没有主权 人权的国家 我们的人权哪里去了 现在变成没有人权的台湾 由于叶胜茂在10月6号 受押台北看守所 12月5号积压其满 何怡婷4号在驳回 叶胜茂律师提出的交保申请 裁定序押 叶胜茂律师表示不满判决 将上述到底 接下来 我们下转了 再来